为什么越穷的人越大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几个人见面的时候 往往在外面打工的那个人 拿出的烟是最贵的 而开公司开工厂的老板呢 往往他们抽的烟是很一般 你再比如啊 几个哥们就是去饭店吃饭嘛 那个抢着买单的人 往往就是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的 你再比如啊 我们是过年出去走亲戚吧 就是去比较穷的这个亲戚家 人还没到呢 饭都已经做好了 什么鸡鸭鱼肉啊 把家里最好的菜都端上来了 做满满一大桌 最后呢人家还说 也没有什么好招待呢 大家就是别嫌弃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越穷的人 断起事来的 就是看起来越特别大方呢 穷人啊 只所以会出现所谓的穷大方吧 根本的原因还是在要面子 就心理上就是显得特别自卑 没钱的时候 总是喜欢着抢着买单 就是到哪里都很怕别人 就是看不起自己 就生怕别人说自己穷 像通过这个出手大方的这种方式吧 就装作有钱人来撑面子 目的就是让周围的朋友都认可 而有钱的人呢 他们也就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就根本就不需要其他人的认可 结果呢 越是穷大方的人越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而有钱人呢 他什么也没做 反而得到周围的认可了 是不是挺奇怪的 越有钱的人越说自己很穷 越说自己没钱 越是穷的人呢 越说自己有钱 你想想是不是这种情况 你想想身边的朋友 那个亲戚朋友啊 或者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 有句话是怎么说呢 就是 当你人生赚到了十几万二十万的时候 就第一次赚到十几万二十万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的生活不用愁了 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买什么衣服买什么衣服 就感觉挺爽的 但是呢 当你赚到人生第一个五十万的时候 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很穷 因为你想买一套房 或者是想换一辆好的车 这时候你发现手里钱根本就不够 但是当你人生赚到第一个一百多万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更穷了 因为当你买完房子以后 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了 发现那个 就感觉比之前那个赚十几万的时候 他生活还要结局 就是这样的 就是收入不一样的时候 你想法或者做的事的方式 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在夏洛特烦恼这个电影 就是沈腾也的那个角色 就是他叫夏洛 夏洛呢 他去参加了他喜欢的那个女神的婚礼 结果呢 坐的车是租的 他让这个司机在院子 来回转好一圈 就是开这个开始车转圈嘛 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到 他是坐好车过来的 穿的衣服呢 也是租的 随分子 他把媳妇积攒了很久的钱 就是一下子随出去了 然后夏洛特的媳妇就是马东梅啊 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你把我发动机的钱都给随出去了 你想想当时的场景 多尴尬 意思就是说呀 没有拿能力的时候 就不要打脸冲胖的 那就齐了 帮我发动机